你知道为了让我们一直穷下去 富人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吗 95%的穷人要成为富人 必须经过的第一关是什么 本视频揭示了一个极为残酷的事实 请所有普通家庭的父母一定要看三遍 你知道吗 亿万富翁家里都不装电视 一个上海的富豪 他买了一个豪宅 然后设计师给他设计了60多套方案 那个富豪很严肃的问那个设计师 装了电视的豪宅还能叫豪宅吗 赶快给我全部换掉 一个电视也不要装 设计师很不理解 为什么不装电视 别人都装 这个富豪说了一句话 很是扎心 他说你知道吗 那些电视 KTV 酒吧 都是有钱人给那些普通人营造的 目的就是让普通人沉迷娱落 然后把他们喂饱 把他们养肥 然后再宰掉 收割掉 一直赚他们的钱 这位富豪继续说 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 穷人只会沉迷于短暂的娱乐之中 富人大多在花时间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格局 有一部分呢 可能以为这个事情是虚构的 但真实的世界要比这个藏库十倍 你根本不知道啊 为了让我们一直穷下去 全球顶级富豪们都做了哪些努力 199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个集合全球500多名经济政治界精英的会议 阻止在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和规划 在这个会议上 与会者一致的认为全球化的高度快速激烈的竞争将使贫富差距 阶层风化增加 二八法则将会应验 世界上会有20%的人搭乘全球化快车一路死产 而80%人将会被边缘化 这80%的穷人或者20%的富人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主要的问题 为了世界活平啊承认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这个布洛金斯基提出了奶头落的理论 认为可以给80%的这些被边缘者一个奶头 让他们心安理得的接受被抛弃的这个命运 以此啊避免与20%的精英间的这个冲突 换句话说 80%的被边缘者安分守己 20%的精英呢就能够高枕无忧 这个过程需要采取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方法 来卸除这个边缘人口的这个不满 他认为啊 有两种娱乐方式能够实现这个想法 一是发泄式娱乐 比如开放色情产业 鼓励这个网络游戏 进行无休止的口水战 二是呢满足性的这个娱乐 比如说众多的肥皂剧 偶像剧 真人秀等大众化视听娱乐 这类娱乐啊 让生活辛苦的大众啊 不知不觉的在这种游戏中啊 落不思数 这样做啊 不但能够继续赚他们的钱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大大减少对富人的仇恨 从而减少与富人群体的这个冲突 这就是著名的奶头落理论 这个理论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写在 全球化陷阱这一本书中 普通人啊 要想实现阶层跃迁 或者让你的下一代能够脱颖而出 第一步就是要突破全球富人 有意无意设计的这个奶头落陷阱 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创始人 在其博客中提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啊 就是延迟满足感 他分享了他的成功心得 以大部分人延迟满足感程度之低 根本轮不到拼天赋 当你成立于啊 积极快乐 你成立的其实是动物的快乐 你忘记了人类应有的快乐 如何避免落入全球富人设计的这个陷阱 可能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出生的这个年轻人啊 要去丝毫可克服的 关注信五 了解财富背后的真相 有关注信五